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新出的活动 黄金之国 这个活动呢我们之前没有玩过 所以先来看一下这个介绍 说黄金之国活动中 敌方部队的实力与执政官的实力 实际战力相匹配 比如说战力越高的话应该难度越高 黄金之国危机四伏 要拿出最强的部队阵容进行战斗 在战斗前根据敌方部队情况 合理决定上场证人 提高战胜几率 这么说的话就有点像PVE的日落峡谷 这边说执政官可以最多带5支部队 除了重新开始之外不可更改 每场战斗结束之后 剩余兵力将保留 战斗结果将不影响执政官在活动外的病例 OK也就是说伤兵死兵的话是不需要治的 可以通过虚散迷雾随即开启事件 找到并击败官邸守卫后 可开启新入下一关的入口 每四关可以直接获得一次黄金宝箱 黄金宝箱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每四关一个 奖励呢大部分就是加速 指使书和一些自选宝箱 OK这边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就是日落峡谷的地图 这边既然不能选这个预知部队 不能选日部队的话 我们就手动拉 OK那我们这边配置好了部队部队 用的就是我们平时打野战的阵容 我们确定 大吉斯跟我们说去把卡鲁拉克成为我们的西袜 这边是怎么用呢 直接点这个迷雾吗 有点像扫雷一样 一路的宝箱打开的话可以获得金块 或者是生物都可以在几十里面用于兑换 这边获得了一个技能 对止灵的一个守卫造成一次直接伤害 减少其兵力20% 这个地图不是很大 我们再一步一步往来点 这边点到一个敌方部队的话 可以看到周围的就不能再点了 要先击败他才能点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先点对面这些可以点 这边获得一个声光洗礼 后排部队受到伤害降低2% 这边右下角开出来了一个落日独藤 落日独藤会防改执政官 虚算迷雾只能选择绕过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先选择挑战 这个兵力比较高的吧 周围有许多迷雾可以开 这边可以选 我选强力之盾 提升部队8%反击伤害 击乎反应 提高部队10%的容量上限 挡击农斯之枪 所率领的部队前排受到伤害降低5% 我们选这个提高10%上限 这边有一个祭司疗索 这里的特别要剂 可以让选中的意识部队立刻要恢复50%的兵力 这边我们部队剩余还很多 所以先不用考虑治疗的问题 这边开到了一个终极火弩 可以对一个守卫造成一次直接伤害 减少其兵力30%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兵特别多的 我们可以先用一下这个生物 那之后我们再去挑战它 这边又可以选择一个祝福 农斯之怒是进入战斗后 立刻获得1000点怒气 也就是说可以立刻放技能 每场战斗胜利提高所有部队版之3的攻击力 最高可以给6层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前排部队受到的伤害降低7% 感觉这个碟层比较好 先拿这个碟层 所以这边开到了一个精确洞悉 可以显示场上所有精英守卫所在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部队打走之后 就可以解锁所有的迷雾了 解锁所有迷雾之后 就不用再去打这个部队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 人莱乐的基地进行下一关 这边还是宝箱 运气比较好 还没有碰到部队 轮回星盘 就是一个转盘 我们可以 有可能会获得这个提高1%防御 叠6层的buff 或者骑兵buff 这边是有一个超等级buff 是可以提高3%的防御力 最高贴6层 我们看看能赚到什么 这边赚到了一个 1%防御力 最高可以叠6层的一个buff 锁身斗 降低敌方部队3%的生命值 你看到这边祝福 我们已经拿了不少buff 为了解锁这个右上角呢 因为这边是一个毒藤 我们这个部队一定要打的 我们先去打一下 一些支援部队在这里修整 可以招募一支部队协同作战 看一下 这边可以再招一个胖子加萨拉丁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有6支部队了吗 我们来打一个试一试 当部队变成0之后不可以上场 然后可以去拿这个后部队 这边运气不是很好 又开出来了一个大boss 先打掉这个boss 我们来用一下生物 可以减少其20%的生命值 每场战斗胜利之后 提升3%的防御力 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新buff 我们来选这个 诶 这边不用点开所有迷雾啊 只要直接打掉这个大怪就可以了 嗯 这边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两个病人打掉 然后去拿一下这个蓝的祝福 和这个紫的祝福 如果没有掉了 都只掉了痘了 这边我们进圣索 可以医疗一下我们受伤的病 诶 这边出了一个增强前排的 10%攻击力的 这边还有一个后排受到伤害降低5% 我们都要现在全部增强后排吧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后排的buff了 这边可以选择提高 骑兵的10%攻击力或者是生命 这边选择10%的攻击力吧 这边又拿到了一个低级弩 啊一个新的转盘 看看能不能开到这个复兵攻击力 或者是后排伤害降低 结果只拿到了200斤块 我们可以再治疗一下 我们用一下这个低级弩 让这个boss好大一点 这边的话这三个buff 每30秒回复百分之一兵力 但不过是前排的 进入战斗后 获得一千点怒气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们 敌方后排 降低50%的行军速度 感觉没有什么用 我们来选这个勇士之怒 我们可以把这个普通守卫也打掉吧 看看迷雾里边有什么好东西 哎 结果什么都没掉 哎 这边我们看到了第一个黄金宝箱 这边我们可以来花一下我们之前减的金币啊 恢复兵力 攻城卷轴 摧毁一座箭塔 或者是 只关抵守卫 损失5 万点兵力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锁链还可以 我们买一个锁链 一个火弩 攻城阵 治愈树各买一个吧 没有 那么我们进入下一关 哎 我们运气不是很好啊 上来的话就直接被别人给封死 可以招募一支部队 接受学生尊战 我们来招这个红武的雅凯撒 我们把这个轮魂星盘赚掉 这边呢我们用这个火弩 打一下boss 尖盾 后排部队 提高30%的防御力 这个比较适合我们 哎 或者是提高 所有部队3%的生命力 最高底6层 这样的话是18%的生命力 感觉还是没有后排30%的防御力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部队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终极生灵阵 来恢复一下所有兵力 因为我们部队还剩的比较多啊 我们这边来 把这个所有的清掉 这边卡鲁拉克祭坛 可以复活一支阵亡部队 不过我们现在 没有阵亡部队啊 那我们这边消耗一下兵力吧 这边有一个新的医疗圣索 是聊一下兵力最低的 然后进入下一关 这边捡到了一个不破斗志 提高所有步兵单位 带着10%的生命力 还有一个新的转盘 转一下 又是一盘金块 没有什么用啊 还把所有的迷雾都清开 因为我们没有火弩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用这个金骨锁链 看看有什么效果 哦 就是 三个回合 相当于可以选择他周围三个迷雾来点一下 不过还是有几率可以调祝福 我们把所有的 云都清掉 我都要吃了 大迹雾 你自己也没有放进去 冰尾 我都要吃了 你吃了 有什么东西 我都要吃了 我都要吃了 一口吃了 要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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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直接来打 这边掉了一下 提高所有步兵单位20%的攻击力 左刷点部队 在战斗内受到的治疗效果提高10% 攻兵对步兵造成的伤害提高10% 感觉还是步兵20%的攻击力比较好 因为我们有两队步兵现在可以用 这边捡到了一个低级去聊 这边我们用生物 对付一个20%的兵力 然后再用一个群粮 然后来打BOSS 虚弱诅咒 释放技能后禁止敌方的部队 所有的治疗效果失去5秒 战斗结束时恢复每一只 存活部队15%的损失定力 每场战斗时 提高所有 部队20%的攻击力 最高可以跌6层 也就是可以跌最高12%的攻击力 我们还是拿这叠层的 诶 这边部队被打趴下了 不过我们还有两队 备用部队 转一下这个轮盘 又获得了一个黄金炮箱 高级威慑 指定一个守卫 左船两的部队 射到其伤害降低60% 可递加使用 那就是 可以给BOSS用 镜像剑 直接消除一个守卫 高级火弩 两个治疗卷轴 诶 不过没签办 那进入下一关 圣物加成 提高本宽 取算迷路时 获得圣物的概率 出击威慑 可以 射到其伤害降低30% 没有 我们剩的标队不多了 我们先禁锢一个这个 看看他周围有什么好东西 然后用一个火弩 把这个大饼打掉 这边我们把所有部队都打掉了 我们一会儿再来冯雪试一下 玩具我们也就止步在这了 打完这一波 诶 果然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最高打到了第10层 感觉还是挺难的 因为这个难度的话 是跟着玩家这个战力 来往上提升的 那么这边呢 我们只打到了第8关 感觉这个其实黄金百姓 的奖励并不是特别好 不过这个有点像大秘的一个 游戏系统还是挺喜欢的 OK 那么今天大家来看这个 黄金之国的活动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